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欢迎收听马克信箱 那马克信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频道 什么样的一个单元呢 其实就是欢迎大家写信给我们 因为现代人呢 你用手写信的机会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 邮票去哪里买 信封去哪里买 啊我买好了要贴几块钱 啊我要拿去哪里寄 一开始呢 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 重拾这个手写的记动 然后写信给我们 所以现在呢马克信箱就是 欢迎大家寄信给我们 可以写下你的人生故事 你昨天发生的故事 好笑的故事 难过的故事 愤怒的故事 各式各样的故事 欢迎你把故事分享给我们 来信呢请寄到 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 102号25楼 马克信箱收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说到你的信呢 就会在这里把它念出来 跟大家分享 然后呢因为现在的那个信件量 嗯也不能说有点大啦 应该说信件量就好像都维持在一箱的状态 所以呢可能你的信寄过来 没有那么的快就可以回到 也许要两个月三个月 或者是帮我们收信的人 如果非常调皮 就是把那个时间都跳着放的话 那也许你会很快被念到 不然呢可能都要等上一阵子 所以说呢不要觉得 记信记了一下 虽然说真的有可能信会被记丢 但那个几率还是不大的 就只是因为信件量比较多 所以还没有念到你的信 所以莫疾莫慌莫害怕 嗯蛮多人都在问我说 我爱吃那个鲜玉鲜 我究竟是爱吃鲜玉鲜的哪一个 鲜玉鲜他其实现在换菜单了 上次去的时候我发现 已经不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那一个号码了 我来查一下 那个叫做鲜玉鲜招牌 鲜玉鲜招牌就是里面有仙草冰沙 刚刚说的还有仙草丼 还有翁衣 还有个奶油球 然后呢我会再加 我忘记是10块还是15块 会加红豆 放进去很好吃 很好吃哦 哇哦今天这一个 这个信 这一个 里面有100元 谢谢莫拉 哇哦今天都要用 香港的广东国语的口音来回信吗 很快就累了宝贝 不要这样 而且很快就会被发现 这才不是香港口音 哈狗 亲爱的马克玛丽你们好 我是跳楼小姐 这封信呢是想借由马克信箱 记录并传达给推我坑的 我点点点的好友叫做唐本小姐 唐本刚 唐本小姐呢在我们大学成为室友的时期 某个夜晚呢突然跑到我的房间 然后邀请我说 哎哎哎我们一起来猜电影 我们青春影城在猜电影 好 从那之后呢我们时不时就会在房间里面一起听 或是各自听 一直到现在马克信箱都是我们聊天的话题之一 可是这样的多年情谊呢 有一些话我觉得用文字的方式好像比较合适 然后让我们来代数出去 亲爱的唐本小姐 今年年初在你跟新对象开始交往的时候 所有的烦恼跟担忧都这么的可爱 你跟我讨论对方的脆弱还有细腻 心理跟同理 相似与分歧 从暧昧走往热恋的路上 试图探索彼此间的所有好奇 这过程当中的小心翼翼 或是一句话或一个眼神产生的情绪连衣 真逐则该选择什么样的字眼呢 情绪该怎么样呢 我都觉得这显得你如此的美丽 刚刚不该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最近又重新在看那个How I Met Your Mother 所以有时候会不小心出现一些Barnie Stinson的回应 我看到一个就是觉得蛮适当你今年生日理屋的东西 什么 Friends的漏稿 我不要 你不要 我觉得Friends的漏稿爱Friends应该蛮喜欢的吧 我不要谢谢 这是我十年来看过最美好的 所以说的美好也不是说在弗令过去的你 是我看着你尝试开启全身的毛孔 感受眼前就会对向所有的种种 你怎么知道尝试开启所有的毛孔 你有看他们你是观察员吗 你是OB吗 我跟你说女生是不喜欢自己毛孔张开的 就是毛孔问题我们一直都在care 你这时候又要张开所有的毛孔怎么回事 听众在想说那个毛孔不是那个毛孔 这是讲一种情欲上面的比喻啊 你们两个人在攻他小 哪个毛哪个孔 然而半年后的最近 怎样 你将我们当时讨论的种种以及我眼里那美好的你架上了政治正确的行刑牌 什么意思啊 对啊 你说当时的讨论带给你矛盾的感受 你明白选择B方案或许会通往更合适更有效更平和更拉近彼此距离的结局 但是你眼前立刻浮现的选项往往都是情趣性的表达 我想跟你分享的是 我们在年初讨论的并非关系中的政治正确 而是身而为人 不管是情人家人友人等种种关系 我们都是如何在交流中尊重彼此 善待对方愿意提供的一切 珍惜自己拥有并愿意分享的种种 哇这个完全是你们两个才知道的事情 对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干嘛 太过 私密了吧 对啊 重点是我想跟亲爱糖本小姐说 我爱你哦 但正不重要 你爱自己比任何人爱你都还要重要 我们不需要为了成为更好的人而努力 不过我们都在为了不要让自己成为自己不喜欢的大人在奋斗着 这个期许是需要拼命的需要战斗的 为了摆脱肤浅 为了对抗匮乏 我们必须持续有意识的面对每一个选择 祝福你跟你的情人生活舒适沟通平衡爱你哦 好的希望糖本小姐她完全可以知道就是你要传达什么样属于你们两个的私密符号给她 广大听众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真的是不太知道耶 我是上封信请求广播女神四名的信徒 可是我的信还没有被念出来 那你们就先叫我无名示好了 她在她的这一封信上面呢 贴着满满的就是一元硬币 然后把它拼成了一个 应该是拼成一个英文字 就是youth 我只是说要把它拿起来 就是一个一个拔的时候 蛮烦人的 你是恶作剧小黄子吗 发完以后算了 有四十块 谢谢你 你们喝过一枚奶茶吗 有啊 就之前那个一枚那个形象非常优质 人人都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来一起喝一枚的时候喝过一枚 哎呦 你此演艺书是现在形象没有那么优质了吗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台湾很容易 就是 因为一波潮流开始 喜欢 或是一些什么不喜欢 一美有让人不喜欢哦 好像前 我也有听说过一些 我忘了 但是她的确也有 往下的时候 对往下的时候 我是一枚奶茶成因准 每天都要喝一罐 一枚奶茶是用罐的吗 不是用盒子吗 盒吧 利乐包 她总是能救赎我疲惫的灵魂 但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借饮料 毕竟喝饮料花钱又残害健康 可是真的好难哦 我记得玛丽每天都要喝寒糖饮料 我觉得我应该要努力借掉 还是要保留这个小确幸呢 那是以前的我 哎呦 所以你觉得她 我现在没有每天啦 所以你觉得她应该要借掉吗 没有就是不是借掉 可是可以减少 在这边也分享一个 不要想着就是我应该要怎么样这件事情 就是不要借掉 因为这个词 就会有一种 就哦 我不能做 你知道人都是很贱的 你越说越不能做我就是越想要做 对 所以是呃 其实你在思维上面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就可以了 就是当你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开始想说 我应该要怎么做的时候 你把这一句话换成 我有能力可以选择 就是把应该换成我有能力可以选择 就是当你要喝饮料 你又说我不应该喝饮料的时候 你一般想成 我有能力可以选择我还不要喝饮料 然后这样就是让自己的内在就是你赋予自己能力 你知道你自己是有权利做这个选择的人 你会让自己开心一点 就算你最后的选择你还是选择喝饮料 那你回过头来你不会责备自己 因为你会说这是我选择的 这是我今天我选择的 我要小确信 所以我喝饮料 你就不会活在 小确信 就不会活在罪恶当中 哦想吃 哦原来是提到小确信 你现在打开我另外一个开关了 他说最近在追 How I Met Your Mother 我看到第二季了 剧情呢主要是主角Ted 告诉他的小孩怎么认识老婆的故事 我真的很推这一部 角色们的对话很白烂 看他们随着时间推移而成长也很有趣 我必须要告诉你 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就是尤其到第五季 好像第五第六季的时候 每一次的结束 那二十分钟结束之后 我都是流着泪结束的 好夸张哦 然后现在我在陪Catia看第二次 然后就发现哇前面几季 就是有一些笑点我真的忘记了 然后回头看就 哇他们真的很智障 真的很好笑 可是编剧真的很厉害的地方是 也有一些我还是很想哭 就是还是很sad的部分 然后他把它交织在一起 基调还是个喜剧 可是我觉得他把感情当中就是 我们的那种拉扯 真的写得非常的好 昨天青春点点的追思会 我真的好想去 虽然今年才认识你们 才开始听马克信箱 但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你们了 这是我第二封信 上礼拜的记忆封 我要向瓜把看齐 我每个星期都要写信给你们 随性附上十元还有数个一元的亲币 我真的觉得自己好有才华 等一下亲币我们不是在 好久好久以前 我们就已经用过一集的title了吗 蛮久了 真的是蛮久 我们到底要打击来信的人的信心到什么时候 这没有打击吧 就是告诉你事实 就是写进来文词不通顺 你看你骂人家 然后写太长 diss人家太长 然后写私密的事情就听不懂 然后说自己就是人家创的那个词 不是因为他们刚刚那个 就是我觉得很明显就是 我上次说的嘛 可能不能讲的太明显 所以会用一些那个词 就是很虚无缥缈 之后你们才知道哪 你没有任何陈述一件真真正正的事实 所以一直在闪避 一直在躲东西 直求对决吧 这封信呢 我是爱弟弟 年初在公务人员受训时认识了C 高大斯文 风气又热爱运动 对于维持男单生活将近四年的我 有一点心动 只是呢 上一段感情跟一个义男 纷扰了快七年 对方最后还是选择跟女性交往 最后我选择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走出来 所以我很心疼那时候了我自己 受训的时候呢 很巧跟C在同一个房间 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课业互相cover 下课之后就像同事一样到处走 但是我知道C是义性恋 我只能快速压抑我喜欢他的心 我告诉我自己 你不要再经历那一次义男事件咯 很痛苦哦 一个多余的欢乐时光过去了 我跟C的排名差不多 但我刻意跟他选了不同的单位 一开始到单位服务陌生的人事物 反而成为我跟C天天聊LINE的话题 假日呢就相约出来打球 奇怪 我明明一开始是要采取远离模式啊 怎么怎么怎么好像不太一样呢 有一天 C问我 你是不是喜欢30公分啊 蛤 哦你是不是喜欢男生的意思 哦是这个意思哦 我没有思考之后马上回答 对 C就说那你会讨厌我吗 因为我不是gay 我就说不会啊 那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讲开的关系 我开始就很认真地做我自己 我常跟他说 我自己喜欢的类型啊 我很会blowjob啊 我爱义男啊 喜欢看男人小便等等这类事情 反正已经就完完全全没有包袱 现在呢我们认识快半年了 我发现自己也没那么迷恋他 他就像是我的好哥们 前一阵子呢 他像一个女孩告白失败 找我哭诉 我心中没有任何的味道哦 还努力的要安慰他 那一瞬间我心里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没有爱上他的我 真的是太棒了 没有暗恋的不安 然后又有一个新朋友的愉悦心情 希望所有曾经陷入义男旺 就是义男旺的典友们 都可以有个happy ending 随性付上50元 这是他省下的饮料钱 他说饮料或许不健康 但真的偶尔一杯 人生就变得很不一样 玛丽尼令懂 最近大家应该会减少喝很多饮料吧 或是换了几家饮料店了吧 然后你就发现 原来这家也这么好喝 你说我还知道他 我天天都要喝一杯 其实就是糖嘛 你们这些小调皮 在把硬币给我捏得这么急死 这个我真的是 嗨亲爱的树洞 马克玛丽你们好 我是Khangmay 最Khang的那种 今天是清明廉价第二天 我的脑子好乱 因为前几天 我做了这辈子最荒谬的事 上星期 我在哽耐认识一个男生 L 龙流连 又龙流连 很多龙流连哦 龙流连已经好多次了啦 那就一般浪人就好了 浪人刚失恋 很随性的嘴我 有天可以去台北喝一杯啊 我呢 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我答应了就一定会去 然后我就真的去了 浪人呢 帮我找一间旅馆 带我去了东区的畅饮Bar 我平常虽然会喝酒 可是调酒畅饮还是第一次 前面玩游戏的时候 我就狂输 我的记忆只停留在第十杯酒之前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 全部都是隔天早上 让人讲给我听的了 传说中的断片 当我醒来 我身上的衣服 已经换了一件 我没穿裤子 我的周围全部都是呕吐物 没错 我吐的整床都是 让人在洗澡 让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 我昨天没碰你哦 你喝的那样我跟你讲哦 你被怎样只是刚好而已啦 我看着床头柜上的保险套包装 问他 那这是沙霞 让人就说 你昨天喝醉哦 一直在卤霞哦 一直叫我拿保险套哦 而且你还说你要帮我哦 结果你才弯腰 我裤子都还没脱 你就吐着我一声都是哦 那听完这些 我真的超想撞墙的 让人还说 我一进房间 就把衣服全部脱光 他坚持了很久 我才愿意穿上衣服 然后还大哭说 前男友都不爱我了 如果这真的蛮好笑的 就是一个疯子 有一些人喝酒以后 就是会想脱衣服 你身边有这种朋友吗 没有脱衣服 他就是想做一些解放的事情而已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是这个样子 两个 每次都脱 每次 男男女的 男生 对 跟我反应一样 等一下等一下 为什么我的反应 会跟你一样 这真的没道理的一件事情 他就问我说 东西有没有不见 翻了翻口 我才发现 哎呦 我的现金全部都不见了 让人就说 我在酒吧厕所疯狂的掉东西 他帮我剪了好几次 不知道是丢脸的情绪太浓烈 还是掉了一千七很无感 好多哦一千七 以前我喝醉都会乱传讯息给朋友 果然 我发了几个语音讯息给朋友群 但是我也没有勇气点开来听 不过根据朋友的回复 应该是叫他们来救我之类的 然后怒把讯息收回之后 我就报个平安 也不敢跟他们多说什么了 我要感谢让人 非常谢谢他没有把我丢在路边 然后他整晚不离不弃 让人说我家祖坟应该有冒清烟 我上辈子一定有烧好香 叫我以后不要这么相信男人 也不要相信他 让人带我去吃了午餐 带我去搭车 昨晚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场梦 我冷静了好久 不会是爱上了让人吧 发现原来我身上的衣服 也沾了呕吐物 超怕被妈妈问起的 我马上去买了一套衣服换上 回到家后 发现让人把我跟他的 哏奈好友解除了 虽然有点难过 但也觉得这么瞎的妹被封锁 也是刚好而已啦 这两天我满脑子懊悔 觉得自己根本就是白痴 第一次见面就如此 相信人家还弄得一团糟 也不敢跟朋友说 这应该是我这辈子的秘密 简单记录下荒谬的人生奇遇 你那个真的很夸张 你要是真的遇到一些 很坏的人就完蛋了 对啊 谢谢我的树洞 有你们真好 他贡献了50块钱 这封信呢来自于Ruby 今年22岁在读研究所 会听你们的YouTube信 我男友推荐的 男友是你们的小粉丝 而且他非常崇拜 马克看事情的观念 马克是崇拜多批的哦 对对对对 我没有崇拜多批 我向往去参加一次 哦哦哦哦哦哦哦 好今天写信是要分享 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妈在家门口的地方呢 用盆栽在种草莓 草莓是我蛮喜欢的水果 所以当时我就很大方在教室邀请同学说 哎哎 回我们家吃草莓哦 回来吃草莓哦 等到要放学的时候 却只有一位男同学要跟我回家 于是我在小一的时候 就解锁带男生回家这件事情 回家之后呢 我就把盆栽上的草莓全部摘下来 用清水洗一下就跟他一起看电视吃草莓 当时呢我们吃了正开心的时候 我妈的机车 嘣嘣嘣嘣 越来越大声越来越靠近 吓得我赶快把同学藏在厕所里面 干嘛要藏啊 对啊为什么啊 然后若无其事的帮我妈开门 然后就顺便说一声 哦肚子好痛哦 就躲到厕所去 因为我就在想说 我就觉得我六七 我小孩我带男同学回家 好像会被我妈妈骂的那种恐惧 然后呢最夸张的是 我们两个人就躲在厕所鬼鬼祟祟 然后躲在厕所才怪吧 啊又又不敢出声音 只敢听我们在做什么 直到我妈走进厨房看冰箱啊 我就用最快速的方法带她逃离厕所 然后打开大门 请她用最快速度离开我家 没有被我妈发现 但可怜的人是隔壁邻居的小孩 哦可怜的人 你写出字了 可怜的人是隔壁邻居的小孩 因为事情15年过了 我妈她真的 可怜 对连跟邻居的邻 的确有时候是会写错 没错 我妈一直以为 种在盆栽那些草莓 是被邻居小孩偷吃的耿耿于怀 但我也什么都没说 一直沉默到现在 请问马克玛丽 我这样做会很过分吗 这也是个树洞故事 呃你可以在 平常跟我们有一次 星期三的时候 打断来告诫 赦免你的罪 随性付上一百元 谢谢你 嗨 马克玛丽你们好 我们是Auto 是台湾皮革手机壳品牌 就你的手机壳嘛 YES 我们的后面没有父爸爸 也没有意外之财 我们只有我们 虽然听起来有点危险 但我们还在咬着牙努力中 我们老板呢 以前在苹果周边店工作 看着大家拿着塑胶壳 一个接一个的换 于是他就想说 有没有什么材质 可以让大家都珍惜手机壳一些呢 于是 Auto就这样诞生啦 皮革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 每个人使用都有不一样的效果 有手汗的人可能会让手机壳变成深色或是很脏 会化妆的客人会让手机壳带一些亮片或是粉粉的 喜欢养皮的客人会将手机壳养到发光 呈现完美的焦糖色 会抽烟的客人会在皮上留下浓浓的烟草味 有一次我们打开客人的壳发现里面充斥着猫毛 导致后来同人练就了一个算命的技能 可以推测客人的工作 他打开了很多阴毛呢 哦 先生这些很卷曲的小毛是 我喜欢用它来 视讯吗 应该不是先生吧 就会有很多阴毛 应该是小姐吧 为什么 因为我录管我手机没办法录 可是我至少如果是女生的话 我可以用它当做你知道 我可以整个用手机 你知道 真的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不是我就只是问个毛的问题 男女多有可能那哪有差别 男女 毛很 毛很会乱飞耶 不不不不不不 好假设呢 我在打手枪的时候看手机 我的毛不会飞到我手机上啊 为什么 毛怎么会飞到手机上 我是 你如果双手 你如果双手都是平的咧 就是都是垂着的咧 我不会垂着看啊 就是低头在看手机 然后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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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把手机就是放在你的老二下 这样打手枪 谁啊 对啊 谁啊 你刚刚盾爹是不是有这样做过 不是 因为我刚刚突然想我没有这样做过 但好像应该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女幽就在我下面 我怎么会没有做过这件事咧 哎我好像 他就让我淡淡夹着 然后我就 好了请继续 他在讲优质的皮质手机壳 哦 哦 去年九月份呢 iPhone新机上市 大家为了赶货 让大家能够买到我们的壳 我们就开启了一个多月的加班生活 那时候我们一起赶工验货包装 是马克辛香陪我们一起度过的 我们一起听了0.38去追思惠 不小心踏遍在故事上的故事 不自觉的跟0.38一起跑了起来 也跟玛丽一样有了一样的疑问 就是我们好想知道 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也一起听了手枪网的故事 一起猜了他的名字年龄 以及在哪工作 还有最幽默的择友条件 也开始吹起口哨猜谜 但怕鬼的同事一直求我们别再吹了 最喜欢的是Jimmy有声书 喜欢那只会吃大便的狗 最喜欢马克吶喊 You don't deserve bitch 你有这样大喊过 完全让我们笑到掉眼泪 真心希望Jimmy能够继续写信 带给我们更多的欢乐 我们还一起听了处女约炮 但是再太害羞了 听一半就作罢了 只要加班的桌上 有一个人没听过 我们就会全部重播一次 真的很感谢你们 让我们在崩溃的加班夜晚 增添了许多趣味 那个时候就决定 结束加班后要写信给你们 只是拖延并太严重了 希望这次的机会宣传一下 AUTO要 诶很久了 8周年了 诶真的很久耶 所以呢他这次就donate了他们的手机壳 希望你们会喜欢 Metro的手机壳 就是我现在在用的 可以插入悠游卡 因为有放防磁贴片 可以直接感应捷运站 没有问题 如果大家想体验的话呢 可以搜寻官网AUTO AUTO就讲像AUTO 哦 ALTO AUTO 或是 他用 用意大利发音 用中文写意大利分音叫做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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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IG呢 你可以找 V I A A L T O 拜托点我们 追踪我们吧 这封信呢 来自于今天想要匿名的人 我在一间超迷你的小公司工作 最近跟搭档的同事闹翻了 就有认知 应该是因为工作分配的关系 但事情爆发的前中后 他都不肯说出原因 永远只会酸人 故意用禁语 故意说反话 想要请主管协调 得到的也是几乎根本就没有意见的消极反应 然后我就跟我搭档再也没说过话了 工作的沟通呢就只在line上面 虽然我们两个还是有默契的 没有让其他同事知道 可是呢他 常常抓到他的好朋友在murmur 或是散发一些厌恶的情绪 让我觉得很烦 我们工作还是有交集 他要我做东西的时候 好像就会有点和善 可是换我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又拽起来爱回不回的 导致我上班情绪现在都不太好 直到两个礼拜之后 他跟主管提了离职 原因是倒菜等级的小事 有这种形容法哦 倒菜等级 谁会倒菜啊 倒坤那种感觉哦 你是你在当兵吗 他就说啊 反正我原本就不想做这份工作 看起来好像就是结束事件了 可是我就是真的很不开心 我想要大喊说 你不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 也没有人有义务去猜你的心啦 干 他很生气 干是他自己家的哦 我知道当事人不说就不会有结果 可是还是想问马克玛丽 就遇到这种人了 我到底要怎么让他说明 他的心情呢 或是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不说呢 付上一百元 但你都已经知道 他不说就是不说啊 你也只能直球跟他对决不是吗 我是比较难跟人家直球对决的人啦 所以我可能会跟你很像 你不说那就算了 算了 然后我就会写信到另外的频道 然后骂看 马克可能会比较直接就是 直接就问说 到底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他很高 你现在是觉得就是我比较不怕被打 是不是 第二马克玛丽 我是兰语英泰 想要跟我们说 We are awesome 还有 我想要跟我的另外一半说 很抱歉 我没有走出家门的勇气 你找不到我是正常的 所以你是离家出走吗 我没有走出家门的勇气 所以是是心里生病了吗 就不想出门 吗 尼特族 或是可能忧郁症发 另外当我听到这封明信片被念出的时候 我会下单 买红包袋6组 邦邦教主销库存 下单能算斗内 恳请教母四封我为 清典教兰语分舵主 兰语分舵主 他是兰语英泰 好的兰语英泰赐你为兰语分舵主 这么简单就赐名哦 那接着下来一大堆 兰语有人愿意当舵主 我觉得很不错 差骑兰语 蛮酷的啊 他的hashtag是 兰语一点都不好玩 hashtag 兰语是我第二个家 好像他真的是在兰语 诶 我那个朋友他也是前一阵子在兰语 诶呦 也说那边是他家 然后在那边解放 跟 大自然合而为一 裸体太极瑜伽 嗯嗯嗯 兰语有个神秘的魅力 这封信来自一场的公主 我想聊聊最近我对婚姻跟感情的看法 我结婚快满七年了 最近我跟老公起了离婚 我们有个小孩 我把小孩的监护权给他 为什么会这样呢 九趴 应该九成是出自于我的真心 九趴很少耶 九成 还分得出来九趴 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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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自于有一天吵架 老公就说 如果你觉得离开比较好 你离开啊 这句话点醒了我 我突然很焦虑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对方不要我的时候 我要怎么办 对 我在家带小孩没有收入 老公会把收入给我 可是收入啊 支出啊那些就是打平我们的生活 哇 啊我身体又不好 太累的工作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变得非常的焦虑 我一开始想说好 我要存钱 就算是收支打平 我也要挤出一个月存三千 然后呢心态要调整 我不要再为对方牺牲自己 我不要再从对方索取爱 索取赞美 我告诉自己 尽力把自己的想法表达给对方 Yeah 但不要想要去改变对方 Yeah 沟通渐渐失效了 家庭只剩下责任跟亲情 还有我不确定 还有没有的一点点爱 终于呢在前几天爆发了 然后我突然觉得 嗯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我离婚找个普通的工作养活自己 就算不行也能寻求社会机构 工作就是只要愿意做 不会找不到的 只是小孩也许有点可怜 但如果小孩看到我不开心 我觉得他的成长也会受到影响 在我跟老公签好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我最后问我老公说 你想离吗 老公说 不想 但赌气所以我签了 嗯 我告诉他 我可以离 但我对他还有一点感情 在这段去护证事务所的时间里 我就让他好好想一想 后来呢 我把资产的部分做了切割 也把感情的主权交还给自己 嗯 我知道我的老公只要不改变 我就会离开 嗯 他也知道了 他改变了 虽然我不知道这样下去还可以维持多久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 现在的我是拥有选择权的 嗯 其实我想说的是 经济独立 虽然可以让你活下去 可是心无法离开 才是所有人无法提分手的原因 所以就是他提了 可是没有离吗 因为老公有改变啊 嗯 但他不知道那个改变会维持多久这样 可是我老公要先跟大家说 他不是一个渣男 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很任何在赚钱 只是很自我跟大男人 所以我无法感同身受我的心情 也没有空来理我的情绪 他觉得我就有赚钱养家啊 嗯 爱一定要表达出来吗 嗯 生了小孩之后 人生会有一些改变 他叫加倍的工作 因为花费变多嘛 加上我之前有工作 现在没工作 而我现在是全心全力的照顾小孩 嗯 我们都在为了生活而努力 却忽略了对方的感受 嗯 所以到现在变得无法沟通 各自都很委屈 嗯 经过这次的事件 我体会到 爱自己不容易 心里独立更难 我从一个小公主 成长成大人 也知道对方不珍惜的时候 我就要停止付出 而对方付出的时候 我也要相对的付出 感情是互相的 最后他想说 即使最终的结局是 我们还是离婚的话 我也不会后悔 因为我知道这段关系 我有尽力了 对啊 听起来你已经做了很多 嗯 我是台中的阿兹 第三次写信来 目前顺利毕业了 我卧在老师的研究室 当个小小的研究助理中 这次我想要分享 关于奉献这件事 我爸妈都是基督徒 因此我从小也就信仰上帝 阿们 但我不是一个很乖的基督徒 阿们 平常我不爱去教会做礼拜 总之呢 因为开始工作了 我可以领薪水 我才突然从爸妈那边得知 要那个奉献十分之一 诶 基督徒会将 头一个生的献给上帝 意思就是 我应该要将领到的 第一个月的薪水 全部奉献给教会 我以为是十分之一了 诶 这跟我以前熟知的 十一奉献不一样啊 对啊 大家应该都知道 十一奉献吧 就是奉献十分之一啊 他现在就想说 由于第一个月的薪水 还没有下来 我就决定先不管爸妈那边的想法 我好好思考 我现在经济状况 跟信仰之间的权衡 再去决定要不要奉献第一个月 月薪 等一下 我必须要说 没有任何人 就是有权利告诉你要怎么做 你赚的钱 就是你自己想你要怎么花 那不是人 那是神 没有任何 没有啊 奉献给 真的是奉献给神吗 不是嘛 奉献给教会那些 长辈 寄生虫啊 哇 那些 反正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不需要 一定要遵从那个规则 对啊 嗯 他说如果决定顺从信仰奉献 我也会搜寻 支持同性婚姻的教会去奉献 毕竟我是府邻十二年的府女 我并不是很想支持那些 反同婚的教会 阿滋 也就是说像在马克信乡 我们说 哦 你把省下来的饮料钱 等你给我们 但我们从来不会说 你赚到钱 要十一奉献 嗯 或是你 你赚到第一个月薪水 要全部给我们 有任何这种机构 绝对都是诈骗 嗯 你 他们说他们神多棒 怎么样之类的 嗯 那就是他们人心很贪而已 嗯 完全不需要相信这种机构 嗯 他 还是奉献了一百元给我们 阿滋 这封信呢 来自于婷 嗯 一开始是下午 哥哥妹妹的听众 听到玛丽跟爱丽的对话 一冷一热 很有趣 然后呢 我开始认识爱丽 买她的书 签了一次书之后呢 开始认识了玛丽 认识了 哦 单身大使的称号 看了一些玛丽的影片 深深觉得 单身万岁 毕竟当时的我是 呃 刚有两年的单身生活 然后看了日剧 不结婚里的天海又夕说 单身一辈子 要有四个条件哦 嗯 要有房子 嗯 要有保险 嗯 要有存款 要有退休后的 生存价值 我就一一的 往这个方向迈进 很多人说 你干嘛不找另外一半啊 我只能说 工作不会欺骗我啊 感情会啊 感情上一秒跟我说我爱你 下一秒却又跟我说对不起 我是想要感情的 可是我更怕受伤 嗯 有一次我去看一场 小型的演唱会 现场听了整场 批女的演出 我耳朵都怀孕了 嗯 她让我爱上她的声音 之后呢 不管大场小场演唱会 只要能去 我都会去 然后呢 也会看她上节目的影片 看她说 过去跟老公相识的过程 以前呢 她在感情上受过伤 所以她决定不婚不生 可是她老公有耐心 让她觉得 好 我愿意嫁给你 我愿意为你生小孩 嗯 看了很多次这个影片 慢慢的 我觉得 我也想要跟批女一样 有美满的家庭跟事业 哎 你很容易看什么 就想要往那边去耶 嗯 你一开始看天海又新 就觉得 那边可以去 然后一个批女这样 可以哦 然后就往那边去 嗯 我是不是有点蠢呢 怎么会让别人左右自己的人生 嗯 可是 可是这不就跟宗教一样吗 人都会想要找一个心灵寄托 好久没有听到心灵寄托了 真的 之后呢 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男生 认识半年后交往 他在感情上给我很多的安全感 我就心里想了 想到之前那个批女 我 我 我可以跟她一样吗 我 我有可能 拥有爱 有可能会被爱吗 然后这个男生呢 也不会强求说 哦 我一定要结婚哦 因为我一开始有跟他说 我是不婚主义者 嗯 可是教我们过程当中 他渐渐融化了 刚硬的我 然后我也答应他说 好 那将来等我们事业都上轨道 如果想结 我们再来说 嗯嗯嗯 某一天 看新闻 还记得那一个 让他动摇的批女吗 怎样 批女他离婚了 他想到我 不能接受 怎么会这样子 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他怎么还是会离婚呢 嗯嗯嗯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 我领悟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必须要珍惜当下啊 嗯 以后的事情很难说嘛 是啊 所以我就跟这个男生决定了 好 我们两个未来不要设限 嗯嗯嗯 我们就好好经营现在的感情 缘分尽了就好聚好散 嗯 怎么会是这样的ending 好怪哦 我有点 诶我真的蛮摸不透你的诶 谢谢马克玛丽特给大家欢乐 希望两位可以再发光发乐 喜欢玛丽的三国志 都内两百元 哇 哦 我觉得 嗯 好像都哪里怪怪的 可是我 你现在还说不出来 对我现在说不出来 可是好像 你要花一点时间来理出个头绪吗 好像 反正呢 只要我就是 下游其事 讲出一些 很好听 好像很有力道的文字 嗯 我有自信 我可以影响 影响他一生成为单身的人 真的吗 就是他很容易 就是太容易被洗 他受到影响 太容易被洗脑了啦 嗯 对啊 青春点点点 青春點點點的青春點點點 青春點點點 青春點點點的 青春點點點 Marker And the body的青春點點點 這邊收到了三封信 它是一個之前聽眾叫做IFLA 我就叫你IFLA好了 她跟她的朋友Greta還有品渝 一起到宜蘭睡高級帳篷露營的時候寫的 IFLA要分享的故事其實是 她畢業以後到了一家跟科系相關的公司上班 剛開始她是一個菜鳥 所以都繃緊神經在工作 很努力的工作 終於兩個月後有另外一個菜鳥 那這個菜鳥簡稱為R 她想說終於有個童年的同事了 所以中午吃飯下班搭捷運都會盡量跟她一起走 有工作上的問題也會盡量回應 可是漸漸的發現沒什麼話聊 但最討厭的不是沒話聊這件事 最討厭的是她很討厭R回話的方式 就是用刺探性的語言 而且都是跟錢有關的 你怎麼帶這個啊 不是這種錢 是跟公司的錢有關的 就是R會先說 你有在那個那裡打工過 有在那裡那裡實習過 我都沒有相關經驗 那你薪水一定比我高吧 然後Yvla就說 沒有吧 就兩萬五以上三萬以下 我還這樣跟她講 好應該差不多吧 然後R呢就直接說 是兩萬八嗎 你兩萬八喔 然後Yvla就說 呃呃呃呃呃 那那那一樣欸 但是R呢就露出很滿意的笑容 還有鬆了一口氣的表情 然後還說 喔這樣好像有點不公平 因為你看你之前 都有做過那麼多事情 不公平是什麼 你替我覺得我的薪水少嗎 之類的吧 再來年終 年終也是這樣子啊 就是有一天呢 在做捷運的時候 沒話講 Yvla呢她就想說 呃不知道要講什麼 可是因為R很喜歡抱怨 她的男朋友家人 然後狗屁搭照的事情 都跟她講 可是Yvla其實沒有那麼想聽 對 Yvla就說 呃 欸 薪水跟年終下來咧 嗯 R就說真的嗎 那我要來看 然後呢她就開始 就是打開app 打開那個網銀 可是她忘記帳密 所以開不了 然後最後找了 終於開到以後呢 她就把那個 年終跟薪水 直接給她看嗎 直接給她看說 是這個數字嗎 然後就把手機 貼到人家臉上去 好天兵的一個人喔 然後Yvla就 對阿是這個 這個數字 然後就說 蛤那我覺得公司對你很不公平耶 你比我早進公司兩個月啊 之類的 我現在我們這樣唸起來聽起來好像 有點好笑 對沒有你想的那種心機感 她應該就是一個比較白目的人而已吧 就是不會讀空氣的一個人 另外要推薦瑪莉一部爛片 別敲兩次門 Don't knock twice 哇塞 這個片名就是 爛到我很同情當年進戲院看的 自己 隨性附上了 然後她的另外兩個朋友也有來信 來信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們在宜蘭露營 然後露營車裡面 太無聊了啦 對 沒有電視 我們就只好寫信 不是錄影就是應該要看星星 跟坐在旁邊聊聊天聊到燒蝦嗎 嗯 或是只聊一個晚上很累 我順便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聊個晚上很累呢 為什麼今天喉嚨狀況這麼不好呢 因為就是 我單身的女子很驚人 我就跟我朋友三個單身的人 就結束在東區吃晚飯之後呢 就吃一吃說 欸 我們今天是不是很早就開始吃了 然後就說 嗯好像蠻早的 所以結束了才十點多 十點多 那我們要是去吃仙玉仙 喊了已經關了 然後怎麼辦 然後就走走走 那我們要從國父紀念館 挑戰走到中校新生嗎 因為我們實在 時間太多了 呵呵 然後沿路經過 到了東區 我就開始撥電話 給我的夥伴 歐馬克 打給他 不接 我就很沮喪的說 這年頭 連他都放棄我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一走一走走走 欸 東區就是很容易經過他家 所以我們決定 直接去按人家家的 電鈴 啪 啪 然後就 闖進歐馬克的家 在他家聊天聊了三個小時 而且闖進家 最誇張的是 就是 吳馬麗跟他的兩個朋友 就三個女生 他們的平均身高大概155 然後衝進來以後呢 就在我家 三個人就是繞圈喔 在客廳 跑來跑去 就說 我來了 我會讓你後悔的 你以為你開門這麼容易嗎 來來來來來來來 很像小精靈 好恐怖喔 因為 按他家的那個電鈴 第一次的時候 然後他就 沒有按那個通話 我們三個就在樓下 想說要離開嘛 可是我看那個時間 就快起點 我想說 不可能 他一個沒有生活娛樂的人 我沒有聽說他週末有什麼劇 他一定在家 就是看Netflix等等之類的 他怎麼可能不在家 他如果在外面吃大餐 他怎麼可能不拍限時動態 就總統計算 他一定在家 還好我判算正確 按下第二次電鈴 然後 而且那個 你知道他的防備心就很重 好像馬康好像說 喂 然後 你是喂還是什麼的 反正指出 一聲還是幹嘛的 然後我就說 請問歐馬克在家嗎 再不 你開門開 超快的 因為其實你要來之前 我剛好那時候正在想你 對 然後 你按了電鈴以後 因為我想平常不會有人 11點按人家 讓我家電鈴 一定就是 我家那些很瞎的鄰居 亂按 亂按的 其實我不想理 可是第二次你又按得很兇 就是按很長的時候 我故意按很長 其實我是想要下去揍人的 噢 我的家仔 還有三個小精靈進去 有 讓人 他應該沒有想到一開門 我們在裡面就賴在人家家裡 賴了三個小時 沒有啊 我是覺得沒差 你們要住也是可以的啊 不是 重點是他太太也還沒洗澡 然後就 欸 就是也必須要坐在旁邊 覺得Catia蠻辛苦的 還好啦 還好啦 我是剛從研究所畢業的阿爾卑斯山少女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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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ia還建議我們一定要去瑞士玩一玩呢 哎呦 她要來分享她在研究所的心路歷程 我齁 是一年半就畢業的喔 我有問題 你剛剛不是念 三個人還沒念完 嗯嗯 我的題目呢 是跟蒐集笑話有關的 有這種論文題目 是什麼 是研究現在的 笑話什麼之類的嗎 最後呢 我就蒐集了3691個笑話 我成為了世界上笑點最高的女人 QQ 我非常幸運啊 遇到很好的老師 遇到很carry的同學 不然一般呢 不然一般呢 聽到有念營救所的同學 他們的老師說 我多刁難就多刁難 最後我想要分享兩部 最近喜歡的日劇 一個是初戀 那天所讀的故事 Are you kidding me 升田公子那一部嗎 我不知道啊 還有中學聖日記 你覺得喜歡這一種的啦 兩部都是師生戀 都是女老師跟男學生 其實兩部 根本可以搭配著看 如果你想要看童話一點 就是看初戀 想看真實一點 就看中學 但可能因為太混亂 所以看不下去 是看童話一點 就看中學吧 聽完了巴菲特吃buffet 我就要去洗澡了 寫到這邊 Bye 巴菲特吃buffet是什麼 這也是我們曾經講過一個東西嗎 好像就是要你念翻英文吧 跟巴菲特一起吃buffet的 嗨你好我是自然卷 今天跟朋友一起住豪華露營帳篷 晚上不知道幹嘛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寫信 我是在台北 你們這封信完全就是 降低大家要去住露營車的那個慾望 我在台北某圖書館工作 每天從不同的縣市通勤上班 蛤為什麼每天會從不同的縣市通勤上班 可能從基隆到台北啊 桃園到台北啊 不是啊那你每天應該不會換吧 就這句話的意思 我再聽一次 現在我在台北某圖書館工作 每天從不同的縣市通勤上班 對不對 是不是 時間複詞把每天放在前面 就有點怪怪的嘛 我現在聽出怪怪的地方了 對啊 啊我每年通勤的時間總共要花三個小時 每次都很不一樣的人說 欸你為什麼把美這個字放在最前面 你要強調就是every every 聽到的人都會很驚訝 問我為什麼不在台北租房子 欸其實我自己也很迷茫啊 一開始我選擇通勤是因為媽媽去年過世了 而我也開始第一年工作 我想要陪伴伴侶 突然意外離開 覺得寂寞的爸爸 但過了好幾個月 爸爸見見好很多啦 我就一直在想 我要一直通勤到什麼時候啊 爸爸因素也慢慢解決啦 現在反而是我自己的因素欸 我自己覺得自從媽媽離開以後 覺得心裡好像空了一塊 我也會想說 要是我去台北租房子 想到爸爸一個人在家 我很捨不得 這就人家說生女兒比較貼心這件事情 現在沒什麼差了吧 我覺得真的還是有差 就像你很想要搬出來住 可是你還是會一直顧慮到你媽 所以你沒有搬出來住 可是我看我們這個世代 如果生小孩的話 他們兒子都很會撩媽媽欸 是嗎 沒有那是小朋友喔 不是長大以後 就是馬上把你一腳踢開好不好 就像我 你這些兒子很過分欸 對啊 很過分 怎樣怎樣 你是有要生孩子是不是 也是沒有 有時候通勤的時候會萌生 喔好累啊的想法 但我又喜歡現在待的單位 家鄉的圖書館我沒有很喜歡 想要多陪伴家人 又想要在喜歡的單位工作 想要讓自己的心更堅強 不會覺得孤獨空虛 結尾呢 也想要祝福一起住帳篷的朋友 考試順利 希望GRETA 考試考上 這封信呢來自於白蟻大軍 入侵家裡的飄飄 高中是很多人 科學壓力最重的時候 我也不意外 所以呢在高壓之下 我做了一些回想起來 有點好笑的事情 來分享一下 高中的書本呢堆積如山 那我們在沒有書櫃的情況下 放童軍椅在位子旁的走道上面 然後上面再堆一堆高高的書本 那因為走道就被讀住了嘛 所以我們很習慣在童軍椅裡面 跨越穿梭 直到有一次歷史老師在後門 放麥克風的喇叭的時候 突然喊了一聲 巴拉迪喇喇 嘿 我要使出輕功囉 然後就從教室後門奔出去 再從前門上去講台 然後老師就說 厲害吧 我們大家不知道該怎麼辦 天啊老師怎麼了 尷尬喔 原本以為這樣尷尬就沒事了 結果有 白木的同學 跑去找導師打小報告 說歷史老師都因為這樣 要特別走出教室才能去到講台 好不尊重老師喔 這種同學真的是 余憲老師就下令 好同學不准放童軍椅在教室內走道上 當時我覺得 你這樣的政策就是擾民啊 所以我就把書全部疊成一疊 疊到五六十公分高 放在我上課的桌上 中二病呢 我覺得這是我抗議的方式 但隔天上地理課 就被地理老師給轟了 因為太醒目嘛 你疊那麼五六十公分高的書 書在你的桌上 老師就說 怎樣 課本疊成這樣 是要造反了是不是 啊我就身心又有點懦弱 也不敢回什麼 就只能尷尬的笑 哼哼哼 他們就很叛逆 就叛逆到一半嘛 沒有叛逆到百分之百啊 然後是基於前面同學說 等一下 我有點緊張 你那個書倒了 會打到我 基於同學愛 我才把書給收起來 另外一個故事呢 是因為同學老師會喝那個合作社的乳香世家 可是呢 不是喝紙盒裝的版本 是那種家庭號的塑膠盒 有把手的那種迷你版 不管有沒有喝完 他都往自己的椅子底下放 為什麼啊 有一次心血來潮的靈感就說 欸 你那個壞掉的牛奶啊 你要不要繼續一直放 看他會怎麼樣 於是噁心的歷程就開始了 我們看到一些 感覺能放進去的東西 我們就往裡面丟 蚊子的屍體丟進去 有仙草 沒吃完 好丟進去 好餓喔 之後呢 變成打開瓶蓋都會有劇烈的惡臭 結果就開始變得說 欸 那書的人就要聞一下喔 然後聞一口就說 啊好臭喔 好懷念高中生活喔 有一次呢 我們看到可樂 欸 有多的可樂 倒倒倒倒放進去 你知道嗎 可樂讓惡臭 消失了 變成普通臭而已 我們就很惋惜耶 可樂很厲害的好不好 但我們還是繼續的放 想說繼續繼續 細菌開始作用了 瓶身開始變形 我們覺得 欸 那個瓶子好像每一天 都要泄一下氣耶 天啊 一開始是三四天泄一下氣 到以後天天都要泄氣 泄氣是什麼 就是你要把那個瓶蓋打開 讓你氣這樣 噓 因為那個瓶 它好像要砸掉 好恐怖喔 中二的同學都會嚇到身體拉很遠 然後轉開瓶蓋的時候都會 噓 泄氣完就是一股惡臭 然後我們就會說 嚇到吧 生化武器喔 再吵 我就攻擊你 然後我們就一直放到那個瓶身 因為壓力變得超級圓 不知道放了多久 有一天呢 我就跟那個喝牛奶的同學吵架了 中二的我就賭氣說 我不要去 跟你們買晚餐了 我就爬在教室哭 教室就剩我一個人 還有一個完全不知道 我們有在製造生化武器存在的同學 結果 哭到一半 突然一聲 BANG 天啊 會爆喔 轟天巨響 嚇得我滿臉淚痕抬起頭 然後看到那個同學 嚇到快跌倒 然後還說 看北啊 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個咖啡色液體在擴散 沒錯 生化武器爆炸了 塑膠終於承受不住細菌的壓力自我毀滅 塑膠被炸裂了一道傷口 然後咳了 混合牛奶 咖啡色液體 開始流了教室到處都是 好噁喔 教室充滿恶臭 久久無法散去 只剩我跟那個同學非常無奈的拖地 收拾那一個不明物體 所以呢 以後我遇到過期的飲料寶特瓶裝 我都知道要很緩慢的轉開 讓它發出 嘶嘶嘶嘶嘶的聲音 嗯 隨興附上一百塊 感謝馬克信箱的存在 然後要再次跟大家說 你知道嗎 開過期的飽特瓶真的很容易爆炸 有預估那種直接自己打開 砰 然後我就被惡臭的液體潑到衣服 所以善意小提醒 你要把它轉開的話 你真的要慢慢開 馬力馬克你們好 我是肥宅大叔 巧巧 最近在看殷屍錄 現在演到第九季下半季 Walking Day Walking Day 你在幹嘛 你跑阿神啊 Walking Day 如果討厭這個 我們拿出 花絲頭皮 那我們隨時偽裝就好啦 我就戴著花絲頭皮 我隨時偽裝就好 不行嗎 我覺得我們是被名詞影響 因為視錄應該是不會把它拍得這麼的 瞎 對 裡面呢有一個叫做Lydia的女孩 經過一連串事件以後呢 她現在待在好人團體裡 這個Lydia 她某幾個角度 跟我前女友很像 每次看到都會 哎唷 你怎麼在這啊 嗯 就是震驚到 身體會丟一下這樣子 看到了現在每一集 我都還是會丟一下 真的有點苦惱 我呢 跟瑪莉單身時間差不多 不確定到底是2010還是2011年分手的 我還記得剛分手那陣子 好痛苦 這個分手的日期 我應該一輩子都不會忘了吧 啊 啊年份你就忘了啊 幾月幾號可能比較好記吧 果然時間就是最好的解藥 提前面這些分手的原因呢 是想要問問瑪莉 分手這麼久了 還會想到以前跟男朋友相處的片段嗎 可是因為太短的片段好少喔 但是還是會想到 少數 就是一些印象深刻的啊 像我偶爾還是會想起一些平凡生活的小事 我最近想到 當時會跟前女友去施帶夜市 那時候還很熱鬧 人很多 所以走在人群裡 難免會擦碰到其他人 當時是夏天 我手臂上流了很多汗 接著不小心就碰到一個歐巴桑的手臂 我有點不好意思 畢竟我流了很多汗 然後走了幾步以後 我的手臂又碰到歐巴桑一次 然後歐巴桑就很大聲的 嘖嘖 遮了我一聲 結果我也只能苦笑應對了 夜市這麼擠 我也不願意啊 呃 就是這樣一個 其實跟前女友沒有什麼關聯 等一下 但是 等一下 又是因為 等一下 前女友 才想起來的生活片段 為什麼 點是什麼 我想到了前女友去施帶夜市 我才想到那個歐巴桑的 我平常不會想到歐巴桑的OK 我真的覺得你嘴很硬 在給我那邊硬脆硬擠 當然 偶爾還是會想到其他的小事 那你前面憑什麼問我有沒有想到跟我前男友的片段 所以他現在又想要再問你一次 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情況呢 請你個頭 隨進 講到這個 我想到了 我就是 上次不是說我在分享我在整理我的日記嗎 對啊 有一個片段是說 那時候我好像跟我忘記 就是哪一個前男友出去 然後 也是就是在路邊在店家 然後可能就是那時候男友去結帳還是幹嘛 就剩我一個人 然後有個老人要過來跟我握手 他說你看起來很幸福 然後我覺得超好笑 天哪 而且族都可以跟他們說 你看起來很快樂 哈哈哈哈 你是看起來蠻快樂的啊 就是跟你出去 你心情好的時候跟你出去 你是真的蠻容易被打的啊 就快樂到有點容易被打 對 就剛剛下面我們去 去買那個威力彩 然後呢 他一進去就跟老闆娘說 把我記放在這裡的威力彩頭獎 說錯錯錯錯錯錯 是我來領我的20億威力獎囉 原來還有固定台詞喔 然後呢 就是後來去保雅 保雅要排隊要結帳 然後前面呢 就排一個可能在弄會員 那個弄很久 然後他就用很大的聲音說 請支援收贏 你這就是欠揍嘛 你這也就是欠揍啊 那那那那 是不是他是需要被支援的呢 他蠻需要的吧 然後 阿可是本來就是這些商店 有時候他們就是會請支援收贏 是沒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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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我就是模擬喊一下 OKOKOK 請支援收贏 所以是要做Ending了嗎 大家掰掰 你今天那個任務是不是沒有完成 什麼任務 當然沒有阿 怎麼可能 你給我那麼多欸 請支援收贏 請支援收贏 等一下等一下 你是有完成咧 我會玩啦 那你就是給自己比較少阿 你在那邊給我裝天真 掰掰 請支援收贏 講一隻 感谢观看